好了 我們來上第七課 反正我們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 大部分都是用已經 人家用好的函數 那個函數的功能跟以前學的差不了多少 但是會有一些 進化 可能會比較快之類的 舉例來說像我們上次 商捷克處理了一筆Data 它是不是處理了很久 就是幾分鐘 你們現在可能覺得對電腦來講 按下Enter之後 東西就要出來 所以幾分鐘對我們要很久 事實上當然 有一些程式一定是會更久的 檔案 所以檔案大的時候讀起來就會很久 這個是很正常的事 在R裡面有一些 就是 人家已經寫好的函數 它可以讀檔可能是原生 讀檔功能的40倍數 我今天就先介紹這個 主要是這樣子 除了這一點以外 在我們第六節課以前 我們大學的都是 專目取火 就是從這個 完全就是最基本的那幾盤數的運用 可是在未來 在未來我們不可能什麼事情都專目取火 對不對 就是 我們要使用微積分 也不用真的 把推導過程都記起來 對不對 就是結果記住就可以了 類似這樣 如果你只是想要使用的話 所以說 到時候你會發現 你可能寫程式 大部分的狀況都在抄 只是不知道要怎麼抄 抄成自己的東西這樣子 其實寫程式大部分都在抄喔 我自己寫程式幾乎都用抄的 就是半寫半抄 你只要有人寫過的功能 我實在沒有必要重寫一次 這樣懂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大部分都用抄的 抄程式碼 抄程式碼有一個 需要克服的 就是到時候我會教你們怎麼抄程式碼 會有一些範例 就是怎麼樣抄這樣 但抄程式碼有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就是你不能抄了一大段 然後你就一行都看不懂 你就只是抄下來 然後知道 input 知道結果 對不對 那這樣你就很難改 所以你要大概知道每一行在幹什麼 那到時候你會看到很多很特別的東西 好 首先第一個就是叫套件這個東西 就是你可以把套件想像成叫擴充功能 就是 就是 阿裡面原生的語法 就沒幾個 就那幾個而已 實際上也非常多啦 不是只有我教的那幾個 但是 如果 假如說 像 像我好了 像我這個 假如說我因為有某些 就是 統計背景好了 然後你們沒有對不對 然後我 可能 要執行某一個 這個 程式 那是你們沒有知識 你們沒有的知識 但是我可能 想要給你用啊 對不對 那我就會把它 寫成一個函數 我可以制定函數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把我制定函數給你用呢 這是不是個問題 那我是不是要把所有語法給你 這樣很麻煩 所以說 在R裡面 R這個社群 怎麼樣去 怎麼樣去 媒合 就是我想要把我的語法給你用 就是我的致定函數啦 給你們用 那R的官方網站 就那個CRN 上面就會有很多的package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舉例子我們現在搜尋 你們現在看到我螢幕嗎 好 舉例子我們現在搜尋 ETMAR package 好 這個就是我寫的 好 在這裡 你會看到 這是我的 這是我在2016年的時候 把它release上去的 那這個 這個 如果你想要用我的這個功能 我今天不會教你們用我的這個啦 因為我這個很偏 不是你們適合用的這樣子 好 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自訂函數release到網路上 你就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不過還 你要release也不太容易啦 就是它其實是要審核的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怎麼去下載別人呢 使用比較簡單 使用你就只要做就好了 使用就是這裡 好 在我們的RStudio這個介面 這是我們RStudio的介面嘛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 這裡有好幾個分頁嘛 我們之前都在fire這個分頁 你們到這邊會找到一個叫packages的分頁 你找到packages的分頁之後 你這邊就會看到instell 看到instell了嗎 對不對 這就安裝 那你按下instell之後 你這裡就可以安裝你想要的套件 那我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今天想要用的套件是data.table data.table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輸入data.table 好 你看 你在打字的時候 是不是下面會出現一些建議的名稱 這就是已經published在 那個R的官方網站上的package 現在大概有1萬多個啦 1萬出頭 這樣子 好 那 那 你這樣按了之後 按instell就可以安裝了 不過我已經安裝完了 所以我就不安裝了 那你也可以直接打語法來安裝 直接打語法來安裝 是用這一行 就instell.package 然後括號 然後直接 直接打語法來安裝 然後安裝完之後 注意一下 要library data.table library data.table 我先把這個語法關掉 重開一個 library data.table 按下library之後 你才載入了這個套件 我現在把data.table找出來給你看 data.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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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table現在在這裡 有看到嗎 在這裡 我現在打了library data.table之後 你們看到 這邊是不是被打勾了 就代表我載入了 這樣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先暫停一下好不好 我們就先 下一套件 然後library好不好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我們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有什麼功能 這個套件就是讀檔 會讀得比這個 我們原來的方法 我們來的快 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上次這個 檔案很大嘛 就是上次那個 第五課用到那個檔案很大 第五課用到那個檔案很大 我們來這邊做個比較 就是我現在 它是在第五課 應該第七 我們現在是第七課 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T0等於System Time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一行的意思是說 我把當下的時間記錄住 這樣可以吧 對不對 這個我之前用過了 然後接下來 System Time-T0 這樣子是不是就是 我去看看 我當下打System Time的時候 跟剛剛我那個時間點 到底差距多少 好所以我們這邊做一個實驗 我們一次執行這三行 那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用read.csv這個東西 把它讀進我們的R裡面 我們花了多久的時間 好花了1.3秒對不對 可以吧 花了1.3秒 欸怎麼了 是啊 是啊 好我們繼續 欸剛剛講到哪裡 好 就是這花1.3秒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我們用 fread fread這個函數 就是你們從來沒看過 對不對 這個函數就是data.table data.table 這個套介裡面的函數 好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就是一模一樣的試喔 來 就是 我們幾乎什麼都沒改 然後只有把 只有把這裡改成fread的對吧 嗯 好我們來試一下這樣要多久 好看到 看到差距了嗎 0.08秒 0.08秒 齁你現在 你現在會覺得這個都是一瞬間啦 但是你檔案大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這樣子 這個倍數是差距很大的 這個倍數是差距很大的 既然這個fread 為什麼為什麼是 快點起來read 就是可能會有 你今天 原生的把 喔為什麼 為什麼 原生的這個 不要改掉嗎 差在哪裡喔 差在哪裡喔 差在 因為我跟你們講 獨檔 好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來回 首先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好了 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 R語言 不要把 freader 取代掉那個 reader.csb 對不對 原因是因為 這個 原生的語法 對不對 原生的語法 在開發的時候 對不對 就已經定好了 那取代 那個 它會有很多link 就是 就是 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 我的某某 它可能是 Based on它 我的某某是什麼 那個架構不容易 輕易更改 那 最常見的狀況 不是把 舊的取代掉 而是舊的就放著 啊你喜歡用新的 就用新的 這樣 這是第一個 而且安裝套件 也非常輕鬆嘛 對不對 這個其實並不太影響 這個使用 使用方便 好第二個 到底差在哪裡 為什麼會差 差這麼快 差在啊 其實讀檔 我們剛剛讀進來 這是一個DATA表 對不對 這是一個DATA表 可是你們知不知道 在記憶體裡面 它長成什麼樣子 它長其實是連續的字串 這樣懂嗎 你用記事本打開 實際上你用記事本打開 就是最接近它原始樣子的 這個 就是 在記憶體裡面 原始樣子的 格式 當然啦 那個已經在高階點 因為原始的樣子 是一堆0跟1 對不對 0跟1被轉換成16進位以後 然後這個16進位 再去看 這個16進位是哪個字 哪個字 然後再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類似記事本 所以其實讀檔過程中 它會好幾個轉換喔 包括 2進位轉16進位 16進位再轉這個 就是文字 文字還要往下轉喔 文字往下轉 是我還要把這個 就是 假如說我是用豆點分隔 你們知道CSV檔案 是用豆點分隔的嗎 不知道 沒關係 我下載一個CSV檔 讓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我直接打開來給你們看 你看 你們有看到 它都是用豆點分隔的嗎 它其實是一個 用豆點來分隔的 table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所以說你知道 其實讀檔這件事情 看起來一氣呵成的步驟 它其實動作很多 既然動作很多的話 當然我們在這節課 我們沒有必要去了解 背後的原理阿 對不對 既然動作很多的話 就代表有人寫的程式 執行速度會快 有人寫的程式 執行速度會慢 這樣懂嗎 所以他們的差距可以是非常大的 就好像找直數的時候 我們已經發現了 就是每個人寫出來的速度 就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可以吧 好這個問題就是這樣子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所以它速度快非常多嘛 對不對 好可是阿 這個 如果你問它class的時候 就class data1 data1是read.csv 讀進來的嘛 對不對 它是一個data frame 這個我們很會用 那data2呢 欸你發現 它有兩個屬性 第一個是 data table 第二個是data frame 欸有一個很神奇的事情 呃 我們在教 s3class的時候 是不是說 當你發現你沒有看過的東西 就s3class 對不對 所以data table 是一個s3class 它不好用 對不對 它檔案讀進來是讀進來 但它的用法跟 data frame很不一樣 所以我 其實這樣讀進來之後 我其實還需要做一件事 我要把它轉換成data frame 欸這樣我才會好用嘛 對不對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阿 你要怎麼轉換呢 其實你只要在f 做fread的時候 多給它一個參數 逗點 Data table等於False 這就代表我 不要讓它讀成Data table 好這樣子 這個很簡單嘛 對不對 好我按RUN 好 你應該會發現 欸這個還是很快要讀進來 對不對 好這不是問題 那現在你去按它的class Data tool 它就是一個data frame 這樣可以吧 好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 如果你這個 如果你這個就是 all equals 這個 這個函數我們學過了嗎 all equals 比較 兩個 物件 它裡面的物件 它是否完全一樣 那我們現在按下Enter之後 你會發現它完全 它不完全一樣 它如果完全一樣的話 它會讓你true 它會告訴你說 components collect data 它目前不是一個factor 所以它是物件 這個 它是物件格式的問題 好我告訴你為什麼 是因為 在read.csv裡面 我們預設讀進來的 這個 讀進來的這個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好我們問它class Data 1 裡面的 舉例來說 裡面的unit好了 它是一個factor 對不對 Data 2 裡面的unit 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你 文字讀進來的時候 它讀成Data frame 允許每一個column不同的屬性 對不對 R Default 它認為它是factor還是文字 這個就是 要靠你下的參數 read.csv 我們Default 讀進來的時候是factor factor有它的好又它的壞 好就是我可以直接用levels 對不對 壞是壞在 它有時候在合併 什麼的時候 那個格式會跑掉 對不對 或者是它在subdata的時候 它會繼承原來的 那個類別的數目 對不對 所以你有時候要把它轉成文字 什麼的 所以其實 我們可以在這邊再下一個指令 String as Factor 等於False 這樣子的話 我們再把它讀進來 我們全部再重新讀一次 這樣子你讀進來的文字格 這個是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文字了 就不會被轉成因子 這樣懂嗎 反正你要需要用因子的時候 你需要用levels這個函數的時候 你再把它轉成因子 就好了 好 這個時候你再問它 Data1跟Data2 是不是完全一樣 就完全一樣 好我們一樣啦 一樣先再練習一下 就下載 好 好 那 它不只是read很快 它連 那個 Write也很快 好 所以 所有的Fread也有個叫FWrite 這樣子 F就是Fast的意思 那那個 之前是用Write.csb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我們把用Write.csb 然後把這個Data1把它寫出去 那這樣子的話 它花的時間是一點 一點多秒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們用這個 就是 FWrite的話 哇 這都複製貼上就可以啦 這個也沒什麼了不起的 這樣子 好這個只要 這是二十分之一 不到的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速度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好不好 那這邊 沒有什麼好 比較的 好那還有一種 儲存跟載入物件的方式 就是 這個方式其實 就是 如果我們現在都喜歡 用R好了 對不對 我們把它 存成csv出去 當然我們就可以用Excel開 還用什麼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 大家都是使用R的 我們R 或者說我自己 自己要用的 這樣我只是想要把它暫存 然後再把它讀回來的話 其實 理想上 我希望R是什麼物件 我就存成什麼物件 對不對 所以在R裡面 有一個 叫Safe這個函數 Safe這個函數 不是說只能存DataFrame 它連List啊 什麼任何東西都可以存 這樣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我一次可以 來注意一下 來看一下 看一下我這邊喔 我現在有Data1 跟Data2 兩個東西 對不對 當然這兩個東西完全一樣 來你們看喔 Safe這個函數 有趣的是 我可以一次存兩個 存在同一個file裡面 好不好 我就是故意這樣按 你們看喔 我現在來按Safe Data3-4 我按Rong 它存完了 我現在一次存兩個 所以時間會久一點 好不好 我這邊把它清空 注意我把它清空了喔 好不好 然後我再按下Load 它現在就在這裡 Data3-4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R的檔案 我現在把它Load Data 3-4 點RData 好 Load 你看兩個就被Load回來了 所以 那個 Safe這個函數 Safe跟Load在R裡面是 就是 你把它存成R檔案的 這個 就是 你可以讓R最容易去讀取 跟 這個寫出的這個檔案格式 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的格式是要在R裡面運用 就是 你可能只是想要暫存一個東西 要硬碟裡面 那你用Safe跟Load的這個函數 組合會比較好 這邊是 我把 Data3-4 存到Data3-4 對 存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那如果今天 那你剛剛是有 訊號過Data3-4 喔 剛剛我讀進來那兩個檔案啊 我剛剛不是把它清空了嗎 這樣懂意思嗎 可以嗎 可以 好好好 OK 好 所以 要寫練習題了啦 剛剛的簡直就是跟玩笑一樣嘛 那不是什麼 那不是什麼程式嘛 對不對 事實上 這裡這個就是 這個練習題跟前面的 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練習題就是教你超程式嘛 來看了 就是 你現在學會運用套件了之後 你應該有注意到 我如果想要 就是 擴充 R的這個 就是 這個 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講用套件是一件好事嘛 對不對 我不用什麼都專目虛貨 我們就 直接用 別人已經發明好輪子 這樣子 好 那 呃 我們現在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隨便找一張圖 隨便找一張圖 就你隨便網路上找一張圖 隨便找哪一張都可以 然後 請你把它 讀到R裡面 並且在R裡面 顯示出來 這樣好不好 那 你現在一定不會做啊 對不對 所以請你 我們正常來講 當你不會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 就是你Google R display image 你就現在Google 好 你Google完之後 這裡就有 這邊就 反正就有很多人去寫 對不對 好 我們找到這個頁面 應該是同個頁面吧 找到這個頁面 然後就點進來 Display images in our vision 這個對不對 好 你發現了 這裡是不是有人問 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說 喔 請你 請你用這串程式碼就可以了 他不是這樣講嗎 As point out by 這個XX 你可以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現在請你 稍微 示範一下 我們就用這張圖好不好 把它下一下 把它右鍵另存 就可以另存了 對不對 把它 讀進來 顯示在R裡面 用這裡的語法 試著學習怎麼抄語法 好不好 就這樣 蛤 我們先看一下 repeat一次標準流程 好不好 找到這個 然後下載 對不對 那 我的檔案是放在 lesson7裡面的 這個喔 是這張圖嗎 不是 那是哪一張圖 我看一下 都不是啊 好 管他的 我就讀這張圖 我就讀F7之一 好不好 來 我就讀F7之一 好 那你基本上你要做得非常簡單啦 好 全部複製下來 欸 lesson7 F7 之一 啊 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啦 就是 兩個人在做的時候都有忘記 就是 library之前要先 install 好不好 啊因為我是已經 install過啦 所以我直接library就好了 好 來 wrong wrong 好出來了吧 這就是我的圖 對不對 好來我們來看每一行 在幹什麼好不好 我們來揣測一下嘛 這一行好像 呃 蠻明顯的 就是把檔案讀進來嘛 對不對 然後讀成什麼 讀成PP 這個PP 你一讀進來 通常我們都要先問一下它的class array array array是一個 array是政列 對它是政列成的 那 有一個 有一個函數叫dim dim 這是一個三維的政列 這個 這個我沒有教啦 好不好 因為政列我們很少會用到 好圖像是儲存成三維政列的格式 你們可以理解嗎 第一維是紅色的 紅色的像素的高低 第二維綠色 第三維是 就是不是第一維第二維 就是第三維的第一層 第一張圖是 紅色 綠色 藍色 這樣然後每一個像素的顏色 就由這個 他的紅綠藍的比例去決定 這樣懂嗎 可以吧 那 這個 所以 如果我們真的要探究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還是要help read.png 你來看一下 他 sauce 他這邊會寫出他的這個 就是 這個語法在幹什麼 這樣子 好不好 當然這個是很明顯的 顯而易見 plot new 我們看不懂他在幹什麼 一樣help 他去create start一個新的圖的框架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來我們現在有圖對不對 你再打下plot new 他是不是又被有清空了 這樣懂嗎 所以plot new在幹什麼你知道嗎 如果我沒有做這個的話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目前沒有東西 但是 如果你之前有東西的話 你就會 他就會疊圖這樣一層一層疊上去 這樣 他不是取代嗎 他不是取代 他是就疊上去 如果你圖像不夠大 他就會 只貼一個小地方 這樣 這樣懂嗎 好 restor image 我們要run run之後 圖就出來了 重點是0101是什麼意思 oh fx left x button 這是什麼意思 看起來就是他的position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來做一個小實驗 好不好 第一個是 x left x left就是x軸的左 x軸的左邊 好我們做一個 我其實會知道答案 我們這邊改0.5 其實他的圖就會被往這邊移 因為他的start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看到了嗎 我這個我就是沒有plot new的 看到了嗎 我只是把它貼上去 我現在plot new再做一次好不好 看到了嗎 就只有這樣子 好所以 其實要學新的 要自己學會新的語法 其實沒有那麼難 對不對 老實講 就是上網抄 你需要的時候就上網抄 抄到了以後 貼完之後 真的做到了 那我們來試著看一下 每一行在幹什麼 那你就學會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其實 然後 未來你要用的時候 你會想說 那我怎麼記得起那麼多語法 沒有必要記 你只要 你只要知道哪裡可以抄就可以了 這樣懂意思嗎 然後 你自己寫的語法 你可以把它存下來 因為你不見得每一次 就是有點像寫筆記那種感覺 你不見得每一次都可以google到同樣的頁面 對不對 所以你把它寫成自己的語法 就是用自己的例子做完之後存下來 如果你剛好就是有做這個工作 那你以後就知道 我做什麼工作的時候 我有做過這件事情 就可以去把那個project的語法找到 然後就可以抄了 這樣懂嗎 好我們繼續 這個就是寫程式語言的正常的過程 這樣喔 好那 下一步就是 這個 我們假設想要知道 Data 1 我們先把Data 1讀回來 已經讀回來了 我們假設使用 Data 1的 就是TestName裡面有幾個生化值 這個我們是不是要先Factor 然後再Levels再Lens 這樣是不是一個很複雜的組合函數 這樣可以吧 好他告訴我25 可是問題是 這個組合函數看起來很醜 而且如果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覺得打起來也不方便 其實理論上 我的思考邏輯是我的某一個東西 要先Factor 再Levels 然後再 Lens 但是我在打的時候 實在是一件很麻煩的事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習慣是先打Data 1 然後TestName 然後 接著我移到前面 打Factor 然後括號 對不對 是不是要這樣打 那如果你真的很厲害 你一開始就 預示到了我要三個組合 那你不覺得打起來也很智障嗎 Levels先打完 然後括號 然後再Factor 不 在 在那個 就是 Lens 這邊要Lens Lens在外面 你們不覺得這樣很智障嗎 而且最後我還要 連續三個括號 對不對 那如果你的組合再更長一點耶 是不是就很容易出錯 對不對 所以阿 我們程式其實 你可以這麼打也可以不要這麼打 這樣知道嗎 不要這麼打要怎麼打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比較好的打法應該是 把東西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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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之前用的嘛 我們把這個東西 Factor完的東西存成這個 Facultized TestName 然後接著再 Levels Levels TestName 然後最後問他Lens 對不對 好可是這樣子 下面打 比較好讀 而且比較符合我們的直覺 對不對 而且好不好讀這件事很重要喔 因為你要思考這件事喔 你現在已經知道 超語法的重要性了對不對 你要想未來你會超現在你打的語法 好不好 所以你把你現在的語法搞得太複雜 未來你讀起來就會增加他的痛苦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寫有什麼缺點 好他會增加一些垃圾物件 對不對 這個物件其實是不重要的 對不對 也許我最後就是要25這個答案啊 我中間增加那麼多垃圾物件 其實是很麻煩的 而且增加垃圾物件是有問題的喔 會拖蠻均酸速度 因為你要知道你要增加個垃圾 你要增加一個物件 他就必須在記憶體開出一個這樣的空間 對不對 然後 現在東西小 你要寫入讀取都不會太麻煩 但是就是會慢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怎麼平衡這個問題咧 我們需要介紹一個套件叫這個 M-A-G-R-I-T-T-R 這個 這個我不會唸 應該也沒有辦法唸 好不好 他說剛剛上一張投影片 就是 我不能直接把那個整個 Factor 東西丟到Levels裡面 把Levels丟到Lens後面 所以我直接取代 你說這樣嗎 對啊 這樣還是會有垃圾物件產品嗎 這樣不會有垃圾物件 但是這樣程式不好讀 因為太複雜了 你看到後面的你就知道要怎麼弄了 好不好 來 如果你有用這個套件的話 如果你有這個套件的話 同樣你要先Install 好不好 那個我是因為已經Install好了 我直接RUN 好 他Library以後 注意喔 剛剛我們的TestName 看一下我們現在 語法可以改成什麼樣子 來 這邊有個符號 就% 大於% 這個符號是 我把左邊的東西 丟給右邊的函數 再繼續丟給右邊的函數 再繼續丟給右邊的函數 這樣子的打法 完全符合我們剛剛的邏輯 好 其實老實講 你不學這個符號 也不會怎麼樣 為什麼我一定要教這個符號 是因為 到時候你們去抄東西的時候 你們一定會常常遇到這個符號 你懂的意思嗎 因為你Google 你Google人家語法 人家可不管 你到底有沒有學過什麼 對不對 反正他覺得方便打就方便打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方便了 所以非常多人會用這個符號 這個就是 把左邊的東西丟給右邊的東西 丟給右邊的東西 丟給右邊的東西 這樣子 既不會產生垃圾物件 也不會 也不會 就是 也不會拖慢速度 這樣知道嗎 我們現在按RUN 出來就是25 這樣知道嗎 完全沒有垃圾物件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 這個 你可以 就是我現在是把函數 我都沒有 你其實可以打括號 這樣知道嗎 你這樣執行 這樣執行 跟這樣執行 這三種是完全一樣 但是 就是 來 第一種 第二種差別在 我給他一個小括號 那裡面什麼都不打 對不對 那這個沒有問題 那第三種是 我給他一個小括號 中間又給一個點 這個點 有什麼好處 有時候 我的整個函數 我這個函數 不見得 只有一個 input的參數 今天 Factor,Levels跟Lens 剛好 都只有一個 input的參數 有時候 我可能 同時有三個 input的參數 對不對 我用點 我就可以指定說 我是放在第二個參數 我不是把前面的東西 放在第一個參數 或第三個參數 這樣懂嗎 所以用點可以定位 這樣可以吧 好 舉例來說 我們現在F這個函數 等於 F是我們的自定函數 F這個自定函數 可以給 1 2 3 那他答案就是5 就是1的平方 2 再加上3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現在1到5 1到5就是一串數 我們percent 大於percent 我們把他丟到點的第一個位置 那我們出來的答案就是 7 13 23 就是 1到5的 就是x那個地方 我們給他1到5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 把他丟到第二個位置 這樣我們是不是把他丟到第二個位置 我們按下run 你看 你看 這個出來的答案是不是就是 第二個位置 1到5變化的答案 好 所以說 點這個 點這個 就是 你用這種點的這個做法 你可以去定位你要的位置 這樣可以吧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你說這樣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 這樣 這樣懂意思嗎 就是覺得我第一個參數 不過這種狀況非常少 那是因為我們今天剛好 我們的這個函數 這三個東西都是輸入數值陣列 對不對 你大部分的狀況下 那個參數是 有些地方要打true force 有些地方是要打路徑名稱 有些地方是要打什麼 對不對 比較少這種狀況 但是可以 好我們繼續 好那 還有很多神奇的語法 但是會比較少用 舉例來說 這個a等於1 這個最常用的就是%大於% 其他的 你們看過就好了 不見得要學會 add這個函數 來我們來看一下 a等於1 標準的狀況下是add 這函數就是做加法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函數 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函數 可是add完了之後 舉例來說 我又要把檔案存成a 這樣子我才會把a覆蓋掉 對不對 好 可是這麼做其實在r裡面 又是一件很智障的事情 因為你又是產生一個新物件 你只是把本來的a洗掉而已 好不好 你要做得好的話 你需要用這個函數 叫% 小於大於% 這個就是把我右邊做完的結果 直接回傳給a 這樣懂的意思嗎 我現在重新執行次 a就直接變成2了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個都是一些 你們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東西其實都不難 都是在學習新的東西 他就只有 只能這樣用 這樣懂的意思嗎 好 我們繼續來看 還有 如果你要改變的是 裡面的東西怎麼辦 比如說你現在有個data frame 你想要改的是 data frame裡面的東西 這樣我要怎麼改 好 我們需要用到 我們需要用到 這個% 前號% 這個指定物件內的索引 好 舉例來說像剛剛 我們data frame裡面的test name 我們是用data frame前號test name 對不對 我們其實可以改成 用這種方式去叫 data frame % 前號% test name % 大於% factor 這樣子我們一樣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 可是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這兩個語法 在我們後面的課程 一次都不會用到 所以 你只要 你只要知道有很多種變化 就是你以後抄別人的語法的時候 你要知道 看到這個東西不要覺得太害怕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那學會特殊運算符號 除了要抄語法以外 最重要就是增加自己的程式可圖性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它其實是會增加運算速度的 好不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 現在 這一串語法 這一串語法 是 我們結合了眾多改變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增加很多很多 我們運算速度 這一串是 我們把data frame 我們把他 我們這邊所有東西 我們都改成這個了之後 對不對 其實它的運算速度會快很多 不過 我們就不做實驗了 好不好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 就是 做這個實驗有點太智障 因為他還要做兩分鐘 不是忙就可以做完 好不好 可以跟你們講 就是 當你把所有的這個 該 不使用 不把它 產生垃圾無間的狀況下 然後就 使用這個 %大於%這種符號 去把它寫完你的所有語法之後 你會發現 你的程式執行速度變得非常的快 對不對 這整串 這麼大串的一個東西 不到兩分鐘就可以做完 這樣知道嗎 之前我們可是執行的 應該超過兩分鐘 好不好 應該差蠻多的 大家自己回去可以實驗的 當然我們這邊就不做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 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要做練習二了 這邊 前面的這部分 有需要練習嗎 有 應該也不太需要練習 因為那個都是很直覺的 這個 這個 呃 這裡 這一節課以後大概都是這樣子 我們大概練習 大概都不用太 平分這樣子 好 練習二 這是今天最後一個練習題 今天沒有其他練習題 不過 後面還有課 只是說 這是今天最後一個練習題 好不好 那個今天最後 因為這一節課比較特別 就只有兩個練習 好 今天這個練習題是 我們需要 我們先把深化值都轉成數字格式好了 比如說你看一下final data 所以我要執行完 我要需要把final data把它做完 好 所以我們先做一件事情 好不好 我們 我們 欸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串他不給我執行 我看一下 喔 我這個data 讀進來 我data案讀進來 是那個 我沒有給他encoding 好 所以這個還是要做的 好 欸 我剛剛看了一下我們的練習二是需要final data這個檔案的 所以 還是需要做的好不好 所以我就 我就全部執行了 好 那那個 那你們就先執行這個好不好 先把 先把 檔案已經下載完了嘛 對不對 檔案下載完了以後 你們就先執行前面這一串 你們就直接用就好了 一定不會出錯 好不好 檔案讀進來之後直接用 然後 然後做完之後你們就會產生final data這個檔案 對不對 然後final data這個檔案 如果你很害怕 它 會不見的話 你可以用save這個函數把它存下來 對不對 你隨時可以把它讀回來 而且一模一樣的格式 這樣可以齁 好 那 那個 接著練習二就是要做什麼 我希望把所有的 你這樣做完之後 這個final data 我沒有給進度暴 無所謂 那個final data這個檔案 它的那個生化值就是 你還記不記得那個格式 就是 某某人某某時間 然後 它的某某Value是多少 某某Value是多少 就是可能Cretinin多少 BUN多少 這樣子 那都是文字格式 我想要把每一行都轉成數字格式 這樣懂得意思嗎 我想要把每一行都轉成數字格式 那 每一行都轉成數字格式的話 我需要用到這樣一個語法 也就是 我把第一行 我把從這個第三個column 開始 每一個column 都把它改成 都把它取代成as numeric 那怎麼把文字轉數字格式 就as numeric啊 那是 它這樣轉換的回去嗎 你說文字轉數字嗎 就是數字在 能夠再轉數文字 可以啊 就是再把它轉成文字就好啦 只是它這樣不會 就是 譬如說 如果你把它擴散數字格式的話 它一轉數字 它不會認為說這是你轉數字 它會認為說是文字 好 我這邊舉例來說 舉例來說你 文字轉數字的時候 假設文字是3.4 轉數字的時候 當然不會出錯 它就知道這就是3.4 但是如果是 假設說你不顯然打錯了 3.4 你轉成 數字的那一瞬間 它就看不懂這三角 那它就會把它改成na 就missing value 那你再把它轉回文字 那它就 它就 它就永遠 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樣知道嗎 可是如果3.4 轉成數字 再轉回文字 那就會還原 這樣可以吧 好 做完了 做完了之後 我們先把所有的生化值都改成數字 好 做完之後我們先看一下final data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好 現在所有的東西都是 喔 這個我要先把它改成data frame 才可以改喔 好不好 我要先把它改成data frame 才可以 才可以弄 所以我要先讀寫檔案一次 在這裡 喔 我先as data frame as data frame之後我才能夠用這個回圈看 然後 我們看一次 它現在這邊都被改成數字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啊 我們現在想要做一個東西叫蓋0成績 就是把它的蓋跟0把它成起來 好不好 那想要做蓋0成績的話 最標準的做法就是 final data1 然後等於final data1 我先把它另存成一個新物件 然後把這兩個成起來 然後產生一個新的variable 對不對 這樣子蓋0成績就在這裡了 好 那請你做一件事 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就是 你如果閱讀說明之後 你會發現有個叫mutate的函數 喔對 我忘了跟大家講說 那個就是套件的說明在哪裡看 好不好 就來說我現在知道data 那個dplyr 這個套件說明要怎麼找 好不好 當你搜尋dplyr 你有什麼時候會接觸到套件 就是有時候你操別人語法的時候 看到人家的library 你就知道那是一個套件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知道這個套件裡面 有多少好用的東西 你可以打 套件名稱r 或者是rpackage 你就會找到這個 套件名稱-crm 這就是套件說明檔的pdf檔 通常都在google的很上面 然後你點下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這個套件說明檔 這個套件說明檔就會 在這裡就會寫出它所有的這個 這個 函數名稱 然後 你隨便點一個 點進去 Fighter 點進去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函數怎麼用 它的input是什麼 然後 這邊會有範例 下面會有範例 你可以執行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試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當你查詢 你library這一個函數 library這一個 你library這個dplyr之後 你會這個 你會發現有個函數叫mutate mutate這個函數當你按下 問號去查詢它之後 你會發現 它這邊有一些範例 舉例來說 你可以把它貼過來 my cost 好你發現什麼事勒 my cost 然後 percent 大於percent 這個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再percent 大於percent mutate 然後這個東西 看起來就是這個東西 等於它乘2 這個東西等於它乘2 這樣懂嗎 那 你看這個東西就等於 它乘2 這個東西等於它乘4 對吧 所以mutate這個函數 看起來是這麼用的對不對 所以請你 試著學習一下example 然後去做到我們剛剛說的蓋0成績 然後用mutate這個函數來做 這樣可以嗎 就是我要產生一個新的變相 然後把蓋跟0的 乘起來 然後產生一個新變相 好這個就是閱讀套件說明 這個簡單練習而已 好不好 好開始做 突然覺得今天的課很廢 就這個 好像練習題做不出來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還是這樣比較沒有壓力 其實我有設計過了 因為我知道你們這個時候大概期中考 因為我們那個課總共就是大概16節嘛 第七、第八節 那個時候就是 差不多就是準備期中考的時候 這樣子 會稍微輕鬆一點點這樣子 嘿 好 那那個 那個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 final data 我是已經有的嘛 對不對 final data.1 我先把它弄過來 好 你們看到現在是不是有蓋0成績 這是我的嘛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做勒 來看一下 你用我們剛剛mutate的這個函數是不是 是不是在這裡 那其實 其實就是 其實就是 我這個 final data 我把他洗掉 現在沒有 現在final data 又是final data 之一又是final data 所以我現在 看head的時候 就沒有cap這個column 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就改成 這一行不要 這個是 顯然是改變他的格式嘛 我不想改變他的格式 直接mutate cap 等於 是 total total caosyn 乘以 0 0在哪裡 ip 好 理想上好像這樣做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好 答案當然是不行 為什麼 好啦其實是 這裡不能有 不能有空格 可是我的column 就有空格啊對不對 那我要用什麼方法解決勒 我可以這樣子嗎 不行 不能夠有文字 好 所以其實我們遇到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 你看一下 我們的 這個 totalcaosyn 這個是一個 這個中間有空格 對不對 可是我在 用mutate這個函數的時候 中間又不能夠有空格 所以要怎麼解決勒 好 所以其實要改他的column 一定要強制啊 可不要 對 其實就是 有些東西是故意的啦 只是 反正 這個 好 來 那我們要改他的是第18個 等於 我們還是叫totalcaosyn 但是我們 中間的空格改成底線好了 好 那我們再看一次carnet喔 現在是不是被我們改掉了 可以吧 那我們再做一次 那我們現在這裡改成底線 先 我們把finaldata再取代回來 然後再做一次 好 現在就做出來了 看到了嗎 喔 要把它存成 finaldata啦 好 你們看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好 現在是不是就做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所以這題有點廢啊 就是基本上 學會的也不能怎麼樣 mutate的就是 based on 這個 這個 based on這個data table 然後我要做出一個新的變相 好 可是剛剛我們可以用所影函數做出一模一樣的事對不對 好 可是mutate這個函數還是沒有那麼廢啊 好不好 mutate這個函數沒有廢在哪裡 是 在r裡面的這個執行速度會比較快 因為在r裡面的記憶體空間 就是在電腦裡面的記憶體空間啊 你要加一個column 如果你是用所影函數的做法的話 他是先複製一個新的data table 他是再開一個記憶體空間去存那個data frame 如果你是用mutate這個函數 他會based on現在的記憶體空間 只加一個column 差別還是蠻大的 所以說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 mutate這個函數還是有他好用的地方 這樣子 好那我們 我們要進入今天的最後一小節了 阿這個 今天的最後一小節沒有練習體啊 就是 但是會有個其中作業這樣 阿 看你要不要做啦 不做也無所謂 好不好 那個我們 做就是 阿如果做的話 就是 也不見得說 一定要 幾個人一組或什麼 對不對 你想要全班一組也可以 好不好 OK 這個無所謂 好不好 那 之前的學長 就是一個年級一組 這樣子 不知道為什麼 不想跟學長同組 這樣 好 還是學長不想跟學弟同組 其實我也搞不太清楚 好 那個什麼 呃 那個 我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就是 你剛剛看這筆Data的時候 你發現了一件什麼事 就是NA很多阿 對不對 就是 為什麼NA會很多 因為 實際上你在醫院工作的時候 你的病人來了之後 對不對 有一些Data 你可能會覺得說 你每次都要抽 舉例說隔一天我都要再抽一筆 對不對 可是有一些Data你可能會覺得說 呃 你可能 三個月只要抽一次 所以說 在醫院裡面的資料 對不對 他經常會這樣子 就是 像這裡 他是Cretinin 因為這是那個 邁醫生當病的病人 所以他Cretinin我要一直監測 所以說他每一筆都會抽 可是他有一些就不抽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missing value就會很多 看了不美麗 那實際上 我們臨床醫師在決定的時候 是怎麼做的 實際上我看這筆 我知道我今天沒有測 他幾天前有 然後就用他的資料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要把每一筆資料都補上 他如果前面有測 我們就用前面的值 這樣子 這樣懂嗎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欸 我們 一個 當然啦 就是我們現在這份資料裡面 有很多人對不對 我們絕對不可能把所有的人 的IP 一起平均起來 就是我們絕對不可能把 這一格 所有的 IP 就是主要零 通通平均起來 然後發給每一個人 應該 就算要發也是發自己的平均 也不是發別人的平均 這樣懂意思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做 好不好 好 這個 這個 issue 就是我們要算蓋0成績 但有時候蓋跟0都要有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 你有可能只測0 沒有測蓋 或什麼之類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首先我們先把 Final Data變成 Final Data之一 這樣我們比較不會 毀掉本來的Data 對不對 好然後先把 Level patient number 把它抓出來 現在總共有幾個patient勒 總共有 1766個patient 好然後接著 i等於1 我們一個一個做 i等於1 我們宋老師怎麼來指導了 想要來指導一下我們 好那我們先把那個就是 第一 我們現在的Final Data之一 長成這個樣子 好然後我們要先把第一個人的這個Data 抓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產生一個叫 這個 Sub Final Data之一 這樣可以吧 好那就是把patient 這個 i等於1 這個第1個病人的這個 把它抓出來 對不對這樣可以吧 這個我們之前已經常用了 那這一筆Data我們來看一下 好他只有 這個是我是特別找是不是 這筆數 這筆數很多 好 好這個 那我們現在 這個他的這個IP這個值 他IP這個值在哪裡 他IP這個值 他IP這個值 呃 我們想要把他IP這個值 把他全部填入 這個就是他的平均值 如果他是NA的 那我們要怎麼填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要先知道 min這個函數 min這個函數 可以把這樣就是 我把IP這個值的平均值算出來 好注意 欸NA 一筆都沒有 這麼遺憾 你看 哇他全部一筆都沒有欸 那我們舉的不好 我們換一個好不好 我們換一個 就要NA好了 NA這個總共有值了吧 那 140.8 那他原始的NA的那個Value 是長這樣 好是有些有些沒有嘛 這樣可以吧 那 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他的平均值了 對不對 那我想要把NA的部分都填入這個平均值 那我要怎麼做咧 那我要怎麼做咧 我需要用索引函數 is.na is.na 是找出哪裡有NA 對不對 這個 找出哪裡有NA 他是不是就會回答你一堆True跟False True的地方就是我要填數字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索引函數的組合 來索引函數的組合要怎麼做咧 來看這行 好 subfinal data 然後中畫號 然後我的column的那個 我的那個RAW的索引函數是is.na 然後這個IP 我們不要IP 我們要NA 這樣可以吧 然後 我要填入哪個column呢 我們要填入NA這個column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填入平均值是不是NA 好這樣可以吧 好那你看我現在按下run之後 然後 你現在看我們的subfinal data NA NA在哪裡 喔這裡 之前NA的就被我填入140.8 這就是我們的平均值 這樣可以吧 好 好那我要怎麼樣把這個過程擴展到全部資料上面 好不好 稍微想一下 可以嗎 我們可不可以想一下 給我們一些回應 你 蛤 你在看懂這一串嗎 好沒關係 那我們 那我們花一點時間練習好不好 我們暫停一下